我们看老子道的经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 唯妙玄通 生不可适 夫为不可适 故强为之荣 玉兮若东色川 游兮若未视林 允兮其若客 幻兮若兵之将士 敦兮其若仆 矿兮其若谷 混兮其若卓 熟能悔以礼之徐名 熟能卓以静之徐清 熟能安以动之徐生 保持道者不欲赢 夫为不赢 故能避而新成 事实上 真的老子道的经实在很深 你必须要有文师修正的基础 还有你的人生要涉猎越深 你的苦也要吃得够多 你才能够跟老子所谈的那个心弦 起共鸣 你才能够听到老子他所谈出那种心弦 之深之妙 一般人实在是不容易体会到 好 那我们来看老子所讲的 古之善为道者 也就是说 那些真正体道悟道而行道的人 那些得道的人 敌道的人 上次我们讲就是说 他一定是体道悟道而行道 那这个道讲的就是宇宙大自然的实相真理 真正体会到整个法界真理实相的人 这都是一种形容 他是很微妙的 而且很玄的 然后他又是通达的 因为他对真理实相他非常了悟 像这样的人 他是深不可视 他那德行之深 那是你没办法用常理 用一般的知识去判断他 去衡量他 去测定他 所以这就是自古圣贤多寂寞 因为真的一般众生 没办法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所以像这样的人 在勇家大师正道歌里面就有提到 常读行 常读步 唯有那些怎么样 对 达者同有虐盘路 只有你的心形世界 真的提升来到那种解脱的品质 解脱的境界 你才能够体会到他们的内心世界 浮为不可视固强为之种 因为他们的内心世界 一般人实在不太容易了解 所以勉强来做一些形容 因为再怎么形容 你都会用你的一般的知见 来判断来衡量 落入语言文字 你还是用你原来的那种思想框框架构来衡量 所以也只能说 只能够说勉强来形容一下 那不管讲得出或是写得下来的 都还没办法完全的描述出他们的真实的内心世界 只能够说强为之种勉强的来形容 所以那像这样那种得到的人 他们展现出来的那种作为是怎么样呢 他们的外相他们的作为是怎么样呢 玉兮若冬色穿 这个就是说像他的那种 不是说你看这里 玉兮若冬色穿 游兮若未逝林 兮兮其若克 幻兮若冰之将是 前面这三个 你如果从文字上面来看的话 你会想说奇怪 一个得到高盛的人他怎么还会在哪里 好像有时候你看起来好像果决不前 不够阿杀利的 不够欺负 人家那种欧兄弟都这样 什么都很有欺负的 路过不平就会拔刀相助 你如果看起来都没有好没有坏 人家会两肋插刀 你如果都没刀 你都没正义都没意气 所以他展现出来一般众生会觉得说 你这人好像真没个性 你这人好像真没脾气 人家会这样在政党背后 咬起呐喊冲锋陷阵 奇怪你都没 你怎么都没有展现出那一份热情 你怎么都没有展现出那一份热情 希望把他拉入加入他的党派 但是这时候有时候他就是很难为 所以他对委员处事 怎么样常常是落冬色川 好像冬天走在那个 那个河川冬天的时候会结冰嘛 老子他所处的是在华北地区嘛 冬天的时候会结冰嘛 那你走在那个结冰的河川上面 你是不是要小心 谨慎 对不对 因为这个冰 你如果不小心的话有可能滑倒 还有冰层如果比较薄的话 你还有可能 掉落入 因为那冰会破裂 你还会掉入 那河谷里面 所以他这是一个形容 就是说像这样人他在这个世间做事 一般人不太容易了解 所以他就做事 很多方面都是怎么样 好像落冬色川 也就小心翼翼 在游西若位士林 有时候他好像会 还有一些顾虑 一些犹豫 好像怕四周的人 所以别人就认为说 奇怪 你这个人怎么没到阿沙里 事实上因为他是有所顾虑 一方面也不敢妄动 动者得救 因为一般众生 你就是用 你二元对立的那种 是非好坏的那种眼光 要来衡量他 来框住他 他所展现的 不是一般众生的那种 二元对立的这种思想框框 所以他就变成说 也怎么样呢 游西若位士林 所以像这个他是一个形容 大家慢慢去体会 不是负便的绝不是负便的 眼熙其若客 有时候呢 他却好像比较谨慎一点 好像来做客的那种态度 望之远然 看见这个人 好像 人呢 都嘶嘶哈哈 很好相处的 他怎么看起来感觉呢 不是很容易 相处他又有点那种 好像客人这样 事实上 这就是说 因为他是有所顾虑 那你会想想就说 奇怪一个解脱者不是很洒脱吗 怎么会这样呢 事实上 这就是 老子对这个众生心 看得很深 耶稣 耶稣就是欠这份 知道吗 耶稣就是 因为耶稣三十回就出来 我们不是说耶稣不对 耶稣不是说耶稣不好 耶稣他是 同样的他们都有相当 那种相当深入的体悟 而对这个众生 真的都是满怀的慈悲 希望协助众生处理苦海 但是 耶稣已经三十回就出来 很多的 都要说 对众生心价 要说 看得那么的透彻 所以变成 很热心的 去红华 但是 很快 三年 因为他锋芒曝露之后 很快啊 就被众生围剿 所以后来就被 判死刑 知道不 那是人类用二元对立的那一种 道德标准眼光 然后 把他判罪 记得耶稣是被一般的宗教家 法学家 政治家 道德家 被这些把他定罪 耶稣不是被扔石头而死呢 不是被打死哦 他是被判死刑 然后丧失之家 那这个判他死刑的人 都是那些自认为很聪明的 都是那些自认为 很有宗教意识 很有道德情操的人 很有正义感的人 所以举出这个例子让大家知道 老子就是看到这个层面 所以他才觉得说 真的 我体会到这些大道理 体会到这些真理实相 看到众生在颠倒梦想世界 要跟大家讲实相 但是 众生不是不喜欢听 不然就是 听不懂 不喜欢 所以他们都 很孤单的走 像苏格拉底也是这样 为了启发众生的智慧 但是 就是 没办法讨好 一般政治家的 欢喜 所以苏格拉底也是这样 被判死刑 恕他毒 你自己喝吗 就这样 所以 这里讲出来 老子写出这个 他是道出那些真正大智慧的人 他们处在这个人间 真的是 也就是说 常读醒 常读不 这里不是说 所以你如果从文字上面去看的话 你不容易看到他们的那种内心世界 他们的那种 大慈大悲憫众生 但是 又没办法 真的这样展现出来 那种有点是 左右两栏 进退两栏 不去 想要度众生 众生又会围剿 那有所退缩 众生又认为说 阿罗汗是治疗汗 就这样 阿罗汗也是被众生定死刑 众生就认为说 阿罗汗是治疗汗 只为自己 交雅败种 所以你看 那些解脱者 他们相同的那种内心世界 都是很孤单 为什么 后来会认为说 阿罗汗是治疗汗 要跟你们说真理 要跟你们说是最简单的 但是你们就是不爱 我现在不是讲你们 我说一般众生 你们就是不爱 你们就是要起起膝 你们就是要越来越 越玄越虚越妙的 跟你们说一条 很简单 很朴实 很平凡 很快速的解脱道路 你们就是不相信 要跟你们说一条 我不收你费用 也不用标什么价 跟你说这是无上顺身 无价之宝 你就不相信 你就觉得 人家是要这样 这个订出什么 要几十万几百万 我要用多少钱才能够得到的那些法材珍贵 所以真正那些解脱者 他们绝对不会昧着良心 去说不应该说的话 去做不应该做的那些事 所以这些解脱者 他们都凭着良心理性在说 问题就是说 当他要说实相 众生不容易了解 众生又责备他们不慈悲 实在不是他们不慈悲 而是众生不容易接受他们真正的慈悲 所以为什么老子才有这些让他的心声 他也道出很多解脱者那种心声 他们这样 欲稀若通色川 游稀若未视灵 远稀其若客 这样大家可以渐渐了解 心思如果没说出来 没让人了解 好 再来 那他们展现出来的 他们是跟众生的相处 是前面这三种 他们展现出来是怎么呢 欢喜若冰之僵士 你觉得说他好像冷落冰霜 但是当你真正想挖宝 你亲近他的时候 你又会感受到他的那一种大慈大悲 他不会常识 是怕你不爱而已 他不会常识 也不会说 我告诉你什么法 就要下个条件 下个字 也不会这些 他们是如此的想跟众生分享法 分享法喜 所以那种喚惜 就说他们真的很想布施 很想回馈这个世间 若冰之相将是 外表你看他好像冰 好像没有那么的热情 但事实上当你真正想挖宝 想接触的时候 你却会发现他们那种热情 他们那种慈悲之心 这是一种形容 敦惜其若仆 而那些解脱者 那些真的得到的人 解脱者 他们是那么的敦厚 那么的朴实 真的不会自欺欺人 他们真的是来到反仆归真 所以他们讲话 不会去孤名钓鱼 也不会 因为他们都是一定来到体正到无我 所以做什么事情 都是无我无私 也不会去建立什么山头 也不会去抓什么宗派 抓什么我的弟子 我的派系 我的继承人 不会去抓那些 敦惜其若谷 旷惜其若谷 你看他们的心胸 是如此的开旷 就好像那广大的山谷 广大的山谷是形容一种 它能够包容百川 能够容纳众生这些 还有就是说他们为人处事又是那么的虚怀弱骨 不懂得世间法方面 不懂得他们还是一样会虚心的学习 放兮其若谷 混兮其若着 你看他的外表 浑浑噩噩噩 看起来好像一颗腿腿的 一圆垂垂 真正的解脱者 你很难从外表上看得出 更不容易从穿着 从外表上面看得出 知道吗 它就是表现的那么样的朴实 那么样的无法 不会说我穿出一份 一身人看起来就说 这是大叔 这是金光闪闪 这是大叔 不会啦 除非说 有必要的场合 不然的话 都是 因为他很不需要这样 承担心 承担心就要截队截叉叉叉 让众生顶到的框框里面 那也很难 所以真正的解脱者 他不会去当国王 国王都要去当关于在框框里面 知道吗 要让众生关于在框框里面 真的解脱者 他是真的 浮云 闲云也好 他就是跟整个大自然融为一体的 混息 所以从他外表 你真的看不出 他能让修行的之身 他能让内面是藏有无上 身身唯妙法以及那种智慧的 所以你看起来 昏熙其若卓 好像卓卓的这样 就是这样一口腿腿的 所以他是不入锋芒的 浑浑顿顿的 好 再来 渐渐的清醒灵觉活在当下 而了悟真理实相呢 孰能安以动之徐生 谁能在众生 这种安止的情况之下 然后慢慢的协助众生 能静 能动 能把生命的意义发挥出来呢 像这样的人 他能够做到这些的人 必然是得到的高升 必然是有智慧的解脱者 如果一般众生 能够做到这些吗 保此道者不欲赢 你真的体道悟道而行道的人 不欲赢 也就是说他不会自满的 不会自以为是的 那个赢就是 那个傲 高傲 自满 高傲这样的 你真的体道悟道行道的人 那是虚怀若骨 他是 在解脱法上面 他是来到无为无学 但是世间法方面 不懂得 还是会虚心的学习 并不是说解脱之后 什么就都懂了 本来不会开飞机 那你悟道之后 就变成都会开飞机 你开飞机去撞司马大楼 那就是不对的 你本来电脑不会网页不会上网 也不会说因为你悟道开悟之后 你就变成电脑的精通 不会这样 世间法方面还是会虚心的学习 只是说在这个内心的苦劳不安 对这个真理实相方面的这些呢 他已经来到无为无学的境界 好 富伪不应 故能避而心诚 因为他不自满 能够虚怀若骨 所以能够不断的去故更新 他的生命呢 也是 都是很新鲜的 很活泼的 很生动的 讲到这里 当然也是用一个跟大家互相勉励的 像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 但我会考虑到说自己那种 智慧生命这些成长的时候 大概在国中时期开始 然后刚好我的名字 我这个名字是我祖父帮我取的 我祖父的他也不买义 那个祖父他帮我取 就是取这个小孩就是让他永远进步 所以就取名永进这样 当我今天长大我也常常都自我勉励 一个人必须要不断的永远进步 那你要怎么才能够永远进步呢 就是虚心的学习 不断的虚心学习 你懂得再多还是一样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所以像以前我在大专时期的时候 在我桌上的那个座位柄就是 虚怀若骨 你这样的话那你才能够不断的 你才会不断的在成长 如果一个人你自傲自满的话 你的生命就停止下来 停止下来你的生命就开始老化 就变成老顽固 所以只要你能够这样不断的虚心学习 你的生命你看固能避而新成 能够不断的去除那些阻塞 然后不断的生命就是那么的新鲜生动活泼 才不会说年纪比较大之后 然后就被年轻人认为说你的 会都搓一搓一搓一搓 脚子都顶骨骨 所以真的要很柔软 我们再来看十六章 第十六章我们来看 这一章很重要也很深 自虚极守净毒 万物并作无以官复 夫物云云各父归其根 归根曰静 是未负命 负命曰常 知常曰明 不知常望作凶 知常容 容乃功 功乃权 权乃天 天乃道 道乃久 陌生不待 这一章希望大家好好地背下来 这太重要也太妙了 他这个 你看老子希望我们弃胜绝学 绝学无忧 对不对 但是要知道 老子是 老子的学问 是一级棒的 老子他当过什么 对 国立图书馆的馆长 他是那时候他当过图书馆馆长 在那时候他就是这样刚好 反正有事就要做你事 不然有事就浸泡在书海中 所以他对人生方面的涉猎很深 然后又是宝学多文 所以他出来 你看他的文笔出来 他讲出来的话都是自制 自制怎么样 足迹 还有那种什么铿锵有力 所以你爱得看 你爱得看 你爱得看 你会觉得 噢 更是真的 没一句就是他不罪言 罪就是累罪 不用多说 就是直接说那个核心 所以好 我们来看 这一章是包括修行方法跟体证 注意哦 这一章它是包括修行的方法 还有体证的内心世界的那种全数 跟那个所体证到万事万物的那些真理实相 好 自虚极守静读 注意这六个字 非常好 非常棒 你看哦 这个就是老子他讲整个修行方法的核心 就是这六个字 你真的修行方法的核心就是 自虚极守静读 我们上次有稍微提过 佛陀讲了八万四千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是一个形容 就是说讲了很多法门 针对众生不同的这些根性 讲不同的这些方法 协助众生慢慢的契入 然后协助众生慢慢的成长 那以世间法来讲 佛陀在大慈大悲的那种展现 是比老子更积极 以世间法方面来讲的话 佛陀他展现出那种大慈大悲 是比老子更积极 但是我们如果放下这些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讲方法方面 佛陀他讲很多方法 但是佛陀讲很多的这些有违法 佛陀他讲八万四千法门的这些有违法 到后来就是要协助你怎么样 对 契入无违 无违法 所以要知道 所以佛陀因为讲很多方法 结果众生没有掌握这个核心要领 结果就在很多方便法上面计较 一直在执着在很多方便法上面 事实上佛陀的本意 也是希望大家透过这些有违法 然后契入无违法 那老子呢就直接讲无违 所以这六个字就是无违法修行的要领 你的心要 你的心要能够保持那一种空啊 当你自须及守净毒 你的心才会渐渐的来到灵觉 所以老子的方法是没有方法的方法 这样知道吗 也就是佛陀所讲的无违法 也就是佛陀所讲的无违法 如果你还有用方法的时候 记得哦 你有违法 这个有违法就是还有自我 有违法就是还有自我 那有自我呢 你就会有主体 有客体 有主体 有客体 还有 还有有能观 与所观 这样知道哦 有违法的话 你都还会在有主体 有客体 有心 有静 还会有心 还有有静 但是 你要慢慢的 佛陀很慈悲 希望大家 透过这样有违 这样逐步上来 然后从相出果 二果三果这样上来 然后你慢慢的来到 你会发现 只要你还有自我 记得 只要你还有这个自我的话 你就会有苦 有烦恼 有不安 只要你还有自我的话 你就是还没有融入 这整个法界里面 所以这个主客 正到三国 吴炳跟我慢都还在 所以有违法这些 正到三国都还在 因为有能 有所 还有就是 那个自我都还在 所以还会有我慢 内心的苦 内心的不安 都还存在 在这个出国 相出国到三国这个过程 都还是 那一句话 我想一下 浮起来又忘了 不是 都是还在 以慢 断慢的境界 记得出国 到三国 都还在以慢 断慢的境界 这个慢就是一个自我 你用自我再断慢 如果以平稳 以稳定 以平稳来讲的话 佛陀所讲的这个解脱道 是最稳当 最稳定 你一步一步起来 那你这样 就能够来到五位 但是你要从有为 要来气入到五位 这个不容易 问题是 只要你一步一步一步 来走 那你 佛陀就讲七年内 七年内你一定 能够来到五位的世界 如果你基础够 那老子呢 他就直接讲这个五位的世界 他不希望你 还在用我慢 断慢 所以老子都是直接讲 五位的方法 所以这个自虚 就是你把自我去除掉 把那个自我 我是我能 我慢 这些都空掉 让你的心 放开 空 但是这空不是一个完空 你的空里面是含有明觉的 你直接 你能够自虚己守净毒 你才能够来到 清醒明觉的活在当下 这时候呢 整个法界 你在当下你又能够 现观 只观双运 所以整个法界的法流 法因法义呢 就会川流而过 就会如实显现给你了解 所以像我们这些 前几天的三水禅啊 三水禅事实上 那是在禅修的初级 中级 高级 三水禅是属于高级的禅修 不要以为说 看着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啊 你没有基础 你没办法了解到 三水禅的 里面的这个生意啊 所以当你能够清醒明觉的活在当下 这时候呢 整个法界的法流 它才会川流而过 才会告诉你无常怀孕 所以我们来看 再来下面这里的 当一个人你能够这样 自虚己守净毒之后 你清醒明觉的活在当下 这时候呢 万物并作无以官复 我们再退回前面再来讲一下 现在假设 你在禅堂里面 你还在用一些有为法 现在假设你一直在那里观呼吸啦 或是在鼠席啦 或是在随席啦 或是持咒啦 或是练佛号啦 反正这些都是你 用其中的另一种方法 这个都可以啦 当你在用这些的时候 外面的 崇禀鸟叫声 你听得到吗 你听不到 你在 这些你用这些有为法就是 因为你这时候还在那个 自我的这个意识里面 当你这些放开的时候 我们在禅修的时候都有协助大家 你慢慢来到 你来到不用方法 你放开 这时候保持一种空 明觉 所以我们讲说那个修行是从点 线面空 我们那个觉察力 你慢慢的开发 从这个点 然后慢慢的线面 再放大到空 有没有 那个就是你来到没有方法 然后你放开的时候 这时候呢 鸟叫声啊 从鸣声音啊 它就怎么样 自然穿流而过嘛 不是你可以去听 而是它会穿流而过 所以法界的真理实相 它就会如实显现 这样子 这个如此显现 不是你用头脑又去作意 去想象去思维 那个又是有违法的 用自我去解析 那又不一样 所以像刚才讲这些 如果你这几次来 你有参加参修的 你就可以 嗯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就品尝到说 哦 就是这样 哦 所以这时候呢 你看你自虚己守净毒之后 你就会怎么样 万物并作 无以观赴 现象 万物讲的就是现象界的 现象界的一切 包括一切人事物或是风声雨声读书声种种声音这些 万物所有现象这些万物并坐 他们都这样在那里 当下深罗万象许真荣 深罗万象他都是在那里 一直在那里生生妹妹生生妹妹 你在市区里面一样可以看到 听到这些无常法流 在郊区在山上一样都可以听到 所以万物并坐 无以关乎 我就用无为的方法 然后去观察去体悟 整个法界的那种生生妹妹的真理实相 所以这就是在修行方面的 如果世间的禅定的话是寻世喜乐一心 初世间法的禅定就是觉观喜乐一心 那个就是你保持一个空明觉 那个觉里面它却是有观的 那个观不是用头脑去思维想象 而是你放开心灵之后你去体悟 用心灵去体悟 也就是说你实际去喝到 不是说用头脑去想象去解析 这个罗汉果的味道是什么怎么样不是 而是口渴之后你直接喝 你真的去喝到 你真的喝到 不用说我用这个语 你真的喝一口 比我用什么语言文字 都要形容都要全数 都更重要了 知道吗 那些语言文字都只是 协助你 你亲自来喝 那你真正喝到那些语言文字 不用了 知道吗 所以说万物并作无以观覆 夫物云云各富归其根 也就是说 夫物云云就是现象界的这一切呢 都是怎么样呢 不断的生生妹妹生生妹妹 各富归其根 有没有 现象界 归根约境 是未复命 这个我们在阿罕节读道里面 有讲到就是说 一切来自于空 以空为背景 以空为舞台 然后又回归到空 就是老子这里所讲的生意 佛教也有讲到就是说 生住亦妹 成住坏空 现象界的一切就是这样 他一定是 当他有生 他就一定有住亦妹 有成就会有住坏空 所以现象界一切 他一定是无常的流动变异 夫物云云各富归其根 就是那个 我们讲说若叶又归根 一切来自于空又会回到空 归根约境 这个境讲的就是空的特性 虐盘极境的那个特性 你回归到空是为负命 因为你来自空又回到空 所以如果说你体会不到空的话 你找不到心灵的家在哪里 你没办法大安心大自在 如果当下你能够体会到 我们都是来自于空 将来也回归到空 那你当下能够体会到这些 你当下你就能够与空相应 你到哪里都能够自在 所以你看 复并约常 就是说你这样 那种生生妹妹都是这样 这种现象 这个叫做常 这个常就是永恒的真理法则 宇宙的真理法则 这个常讲的是那些法则 法性它是永恒的存在 它是超越时空的 这样子啊 知常约明 你如果能够知道这大自然的运转法则 现象界的生生妹妹的这些法则的话 这个叫做明 也就是佛陀佛教所讲的 去除无明转为明 这样子啊 你了悟了真理实相 了悟现象界包括每个众生 包括你我身心的这些 实相 它的无常流动变化 它的生妹变化 当你了悟无常法印之后 你真的测证无常法印之后 你就容易 气入虐盘极境 你了悟无常 了悟无我 你很容易就能够 去入虐盘极境 所以这时候你不了解 我们上次都有跟大家提过 就是说宇宙的大自然法则 真理实相 最重要的两个特性就是 无常 还有无我 如果 上次有讲究说 众生不了解这些真理实相的话 那你就会背道而耻而自讨苦吃 那今天你能够了解这些真理实相 你就能够来到解脱的世界 这是虐盘极境的世界 也就是苦的消失 苦的止息 那你了悟这些真理实相 这个就叫做 我们就叫破除无名 众生无名 就是说你对这些自然的法则 我们的真理实相 包括我们身心内外的这些实相 不了解 这个叫做无名 那整个修行的过程 就是去除掉这些无名 然后成为名 这样知道吗 老子所讲的方法就是 当你能够自虚及守净毒之后 你就能够了悟真理实相 这时候你就能够来到解脱自在的世界 这时候你就能够转无名为名 了悟大自然的法则 所以我讲老子道德经也好像在讲安静 好 因为对我而言我是觉得说 佛陀跟老子他们都是等同的智慧 只是他们用的语言文字全数的角度 稍微不一样而已 就这样 事实上我看到了他们所指的都是相同的 解脱到 父病约常 知常约明 你这样的话就能够 真的了悟真理实相 这也是明心见性 你真的像这个明心 就是这样自虚及守净毒 是为了让你明心 让你的心渐渐的清静下来 如果你还有用方法的时候 你的心还是紧的 你的心没办法真的很清很明 当你不用方法的时候 来到无为法的时候 你的心它才是真的一个空明觉 这时候真理实相它就是这样穿流而过 如此的视线 这时候你就能够明心而见性 见性就是提悟到无常跟无我的这个真理实相 这时候你就会远离颠倒梦想世界 破除无病转的灵 如果你不知常 望作凶 不知常就是说 这个常不是那个不变的常 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大自然法则 这个恒常不变的真理 也就是说因为这个真理它一定是超越时空的 不管你到哪里它一定都是如此的 如果你不知道这超越时空 那个常就讲说超越时空的这个真理 如果你不知道这些的话呢 那你一定会去怎么样 抓常抓我 这样你就会背道而慈 所以佛教讲的就是说 你这样就会自讨苦吃而苦海无边 老子就讲望作 望作凶 望就是你这样胡作惠为 你这样背道而慈 跟大自然的真理法 那个真理实相 你背道而慈 所以那个凶就是 你这样就自讨苦吃 你知道吗 所以你这样你想说 我怎么样趋己避凶 怎么样趋勒避苦 不是去消外在的那些 不是说借定个二元对立 然后一直消除别人 消掉外在那些 你真正要趋己避凶 真正要离苦得乐 就是自虚己守净堵之后 你要后真理实相解脱自在 这样 我说 他刚才说的这个软条 你光是这一个小时 你所得的你所收获的 价值 价值 价值五百万以上 真的是无价之宝 但是没有跟你说一个价格 你们就这样 我说无价之宝 你问这无价值 真的这个就是说 你用千万元去学法去求法去密道 你付出了整个财产去求法去密道 你如果没有听到这些的话 那一千万都不如你这一个小时 好好地听这些 好好地去掌握 这整个从无价转为价 那个修行法的核心 就这样 用二十分钟左右跟大家讲完 知场则荣 荣乃公 知场则荣就是说 一个人如果你能够体会到 这个大自然的真理实相法则之后 去体会一方面 体会这个无常的法性 你不会被盗而治 再来去体悟到整个法界大自然 所展现出来那种无我无私的精神 这时候你就会有那种包容量 这样大家可以了解吗 上次有跟大家提过 整个大自然整个法界展现出来 就是无我无私的精神 你看 以色列人不容易包容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人也不容易包容以色列人 宗教与宗教之间 常常都是不容易包容 宗派与宗派之间 也都各标 标心利益自己的是最好 哪一种包容性 常常都会 都是没办法真的完全那样包容 那是人类在二元对立的世界 如果你体会你能够打开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修行 慢慢在高级班的修行 都是希望大家回归法界来体验 来体悟 把你丢到法界里面 你去看看 整个大地 整个大地 就是如此的在 默默的承载 承担一切众生 我们这个地球 如此平等的在对待 以色列人 也在对待巴勒斯坦人 我们这个地球 如此的在对待 美国人 也善待 阿富汗人 你看 包括太阳 也是阳光这样普照大地 你所嗔恨的人 你认为界定的坏人 太阳还是平等的普照 我们几十三四十年前 台湾跟大陆在对立的时候 政治上是说汉劫不两立 但是太阳还是两立 平等对待 所以就这样 那我们大家慢慢了解之后 三步它会变成三通 所以大家如果能够 从整个法界大自然 去体悟那种无我无私 而且那种广大胸君 那种包容量的时候 像大海 它可以容纳百川 所以那种容量 那种包容心胸 就会出来 所以知常就是 你去体悟这个大自然的真理 实相法则之后 你就会展现出那种包容量 那你有那种 也就是说你就会超越二元对立 这样子 那你超越二元对立之后呢 容乃功 你有容乃大 你真的能够无我无私 那你就能够秉公处理 这样子 如果你没有超越那种二元对立的时候 你处事 你都怎么样呢 都是从自私的小我立场去出发 如果你的小孩子跟别人小孩子吵架的时候 或是你的小孩子哭的时候 跟人家打架 然后哭的时候 你一出来 你就会认为 我的孩子受委屈 你一出来 你同样看到几个小孩子在那里 你一找一看的 就是我的小孩 所以那个我 我的 我的 它就会出来 像这样的话 那我们在处理事情 在判断事情的时候 你只看到你的小孩子哭 但是 你没有看到 是你的小孩子先打别人 所以就是说 你在衡量事情 在判断事情的时候 只要你有那个自我的立场的时候 我们就没办法公平公正 如果就像那个法官 他在审判 假如你背后有政党背景的话 那你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不容易秉公处理 这样子 所以这些我们都没有责备任何人 或是任何党派 而是说 一般众生容易 只要你有自我的那个立场 自私的立场的话 那不容易秉公处理 这个周全就是 你会超越二元对立 超越那个自我的立场 来以无我无私的精神 秉公来处理 这样子 全乃天 你能够超越二元对立 然后考虑周全 这样去处理事情 平等心去善待一切 这时候是非对错 当然他是很分明 那你能够这样秉公处理 超越二元对立 这乃是天地的精神 全乃天 天乃道 而整个天地展现出来的就是 大道的精神 整个法界的精神 这就是耶稣所体会到的 博爱 没有敌人 耶稣也是强调 大家要真的超越那些二元对立 以慈悲之心 以博爱之心善待一切众生 天乃道 道乃久 你真的能够体道悟道而行道 体会到那种道的那种精神 而你能够真的做出这样的话 那么 道乃久 你才能够 你所作所为这些才能够 长久 也就是说 你的所作所为呢 不是说 你两眼一闭之后什么都空 你看哦 佛陀 距离我们现在2500年 但是 他对后代的这些影响 还是绵绵不绝 老子 距离我们2600年 那你看老子对后代的人 后代的人虽然说 不容易体会到老子这些 但是感觉说 他真的是一个智慧者 也想要真的要效法他能够来到这样的境界 所以你看哦 2500年之后 人类对老子还是这么样的尊敬 耶稣也是如此 那像这样的人呢 因为他们都是体会到这个大自然法则之后 真理实相 然后他们又真的体正无常 展现出无我无私的精神 你真的无我无私的话 那你看呢 你会提到悟道而行道 道乃久 然后怎么样呢 陌生不待 你一方面你在活的时候 你就能够融入不生不死的世界 再来如果以世间法来讲 就算你死后 后代的人还是那么样的来尊敬你 你的精神还是在人间长流 这样子哦 所以这也是勉励大家 如果说你处事 你都是从这个小我立场出发去考量的话 那你用一个我 我是我能我慢 到最后你死的时候 一定是一场梦一场空 如果你真的现在当下 你能够去展现出 去提到悟道而行道 展现出无我无私的精神的时候 那你真的是融入一体的世界 你当下你就不生不死 而且你所作所为这些呢 所作所为这些呢 它会天长地久 所以陌生不待 ok 所以这些都是含义都很深 如果我们用上次以前讲过的 信像界的这些 星球日月星辰 像现像界的这些我们称为天 如果道的话 这里我们讲整个法界 包括虚空 这样子 ok 好 再来看第17章 不错 我看到不少同学都有在点头 这个点头不是说你打瞌睡了 而是说你有体悟到老子他的心弦 你听得懂老子的心弦 好 我们再来看第17章 太上不知有知 其次亲而欲知 其次未知 其次舞知 信不足焉 有不信焉 又惜其贵焉 功成嗜碎 百姓皆味我自然 这个是 这里讲的就是说 那个 一个解脱者他所展现的这些 一般众生是不容易看到的 所以我在阿罕解脱道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一般众生 你不容易看到老子的足迹 真的解脱者他的足迹你不容易看到 好 那我们看 太上不知有知 真正的一个解脱者的 这里讲的是说有道的君主 他的所作所为 事实上就是说 一个真正的智慧者 他回馈这个世间 对众生所做的这些 回馈这个世间 利益众生的这些 众生不容易觉察得到 不知有知 这样知道吗 那这是刚才是人的比喻 我们现在来讲很实在的 很具体的 像我们前几天 我们就是到山水禅 到阳明山的山上 然后在空旷的地方 好 我们来看看 太阳 它是如此的在照耀着我们 而且如此的在养育着我们 但是众生 很少很少人能够去体会到 太阳对我们生命的重要 所以很少人去感恩 太阳天天出来 天天把能源真的是燃烧自己 不但是照亮众生 而且是把太阳 把它的生命 它的能源转换出来给你 给我们 我们的能源都是来自太阳的转换 没有太阳 你我他一切动植物 不可能活着 不可能存在 太阳 比你亲生你的父母亲 对你都还更重要 因为你的父母亲 当下也都是需要太阳的能源 那你看喔 太阳对我们这么重要 但是我们天天看太阳 也不知道 它的存在的重要 蛤 太阳又会感染 对啊 太阳又会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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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不到它的重要 大地一直在支撑着我们 大地就像母亲养育着我们 这个大地把我们这些众生呢 拥抱在怀抱中 但是我们却很少去体悟到 大自然这个大地它的重要 只要怎么样呢 好 再来重要的下一节再讲